騷漏金爭議台中市長質疑 難道中央要犧牲民眾健康等廠商慢慢升負再公布嗎 人民重要還是廠商利益重要 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應該共同來維護食品的安全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我想因為連江關治 大家對於單一樣品檢驗陽性的事情都相當的關心 我們也感謝台中市政府在中央的協助之下 對於這個樣品有送到我們食藥署 也有在本身再做一次的檢測 我們希望讓科學來說話 希望這個檢驗的結果能夠早日的來發布 來確保我們食品安全的維護 以及讓台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蓬勃發展的養豬產業 能夠繼續發展 所以我再次強調 中央跟地方 大家都是同心合力的來維護食品安全 當然我們也要使得食品安全跟養豬產業 都能夠得到最好的保護